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忠诚 飞行禅的吴忠诚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铜丸 这铜丸据说是中国人发明的竹蜻蜓 竹蜻蜓 竹蜻蜓就是一个螺旋桨 竹蜻蜓本身就运用到了什么 运用到了伯努利定律跟异形原理 可是它的异形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异形 它只是用一个竹片削一面斜面 那边削一面斜面 然后你旋转的时候它就会飞行 因为它用竹子做的或者用木片也可以做 因为这个成本非常低的就是用竹子 我们童年的时候都自己做这个玩具 也有人是也有工厂贩卖这个东西 竹蜻蜓这个叶片的原理 这是研发出来是塑胶的 我这边有很多这种螺旋桨的玩具 上弹簧一发射之后它会飞得很高 有的时候转起来的时候还有声音 像这个就是典型的竹蜻蜓的变体 变成三片 竹蜻蜓是两个翅膀平衡 这三个也是平衡的 那这个如果说旋转的话 这个旋转也是可以飞得很高 那我们来玩玩看这个竹蜻蜓 可以看 一下就飞过墙去了 我们再来看 这个飞到那边去了 以上跟各位分享 我在2014年选举 那个里长的时候我有介绍飞行蜓 有的人讲说选举都要送赠品 我本来就想说 人家叫我说你可以送个什么东西 让人家记忆你说你是飞行蜓的创始人 吴宗成 结果后来我想说 与其送人东西 送人一只鱼 不如说让他去学习捕鱼技术 因此当时我就设计一个课程 我说家长带着亲子一起来 我教你们做这个东西 用竹片来做这个东西 那你就可以亲子一起娱乐 而且可以了解什么叫飞行 什么叫迷行 什么叫勃努力定律 这个是我当时的一个 2014年的一个活动 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可以一直持续 那在过年期间 那个亲子活动 不要忘记 如果你不远行的话 因为疫情的关系 你不远行的话 你可以做这个 最容易的最简单的 一个竹片切好之后 两刀就成了 中间钻个孔 然后拿一根冰棒棍插上去 你就可以做这样 一戳就起来了 这个让孩子们觉得很神奇 而且这个东西是可以回收的 落下来再拿起来 成本非常低 但是乐趣非常大 然后还有他的教育意义非常深厚 以上吴宗成跟各位分享 竹蜻蜓的制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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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